危险往往藏在令人忽视的细节中 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外婆带着四岁的小孙子佩娜 Ri Pena到百货公司逛街 当佩娜开心的在服饰店里玩耍时 谁都没想到 她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竟然会造成天人有格的局面 佩娜就像所有的四岁小男孩一样 总是静不下来 她很喜欢跟外婆一起出门购物 探索不同的新事物 某天 外婆带她去逛了肩服饰店 而当天佩娜则穿着一件普通的连帽运动衫 外婆一如以往地挑了几件衣服竟是衣间试穿 佩娜就在外头等候 没过多久 佩娜就坐不住了 她跑到外头隔壁的十一间 开心地跟外婆聊的天 并介绍自己喜欢的恐龙种类 外婆一边回应她 却没想到 此时自己的村子正沿着椅子往上爬 把玩着室衣间的挂钩 等到外婆是穿好衣服后 隔壁吵吵闹闹闹 碰碰作响的声音早就安静了下来 她走出室衣间 开始呼唤佩娜的名字 却没听到她的回应 外婆探头望了一眼室衣间下方 发现佩娜似乎离开了室衣间 外婆在店内不断寻找自己四岁的孙子 但都没见到她的身影 新娇的外婆在寻找二十分钟后 又再度返回室衣间 她拉开了隔壁的布幕 赫然发现佩娜的连帽衫挂在挂钩上 她的脖子被紧紧勒住 脸颊发紫 当佩娜的外婆和店员匆匆把她放下来时 这位小男孩早已没了呼吸 送医急救后 也宣告抢救无效 佩娜的家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憾事会发生 在空旷的店面里 竟然没有人发现一个小男孩当场被勒死在室衣间里 而且导致她死亡的还是一件普通的连帽山河画钩 警方最后裁定这是一场意外事件 外婆对此痛哭失声 佩娜的母亲也非常心碎 但她也无法责怪自己的母亲 我知道这是一场意外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她只是在玩 就像很多孩子一样